字腐通分析外汇 Hello 大家好 来到Z.com Forest 呈现的字腐通分析外汇 今天有两位外汇达人教我们 如何认识外汇 分别有资深外汇分析员陈建雄 Hello Aaron 你好 是Apple 你好 亦有来自Z.com Forest研究部的Marvin Hello Marvin 我是Apple 你好 我们都提过股票 其实跟外汇有时可以用一些 相同的理念或分析的方法 例如一些基本分析 都是受一些外围经济因素 所影响 可以看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指标 除此意外 其实股票当中 有很多是图表分析派 汇市当中 看图又有没有作用 其实在汇市里面 看图都是一个很常用的方式 在技术指标来说 其实都是基于三大原则 首先第一我们是认为 所有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基本因素 第二个原则就是 所有的历史都会倾向于 继续发生过的 还有价格通常都会有一个 趋势的方式移动 譬如是上升 下行 又或者是横行 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图表上 尝试去了解市场的情绪 但当我们在汇市上 使用这些图表技术分析的时候 和股市是有一些显著的分别的 由于我们知道 外汇市场是一个场外交易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中央结算得出来的交易 因此我们会看到 它的图表上的数据 其实缺乏了交易量的 我们不可以像股票那样去判断 它的交易量 去知道它的汇价的续势是怎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就是 股市股票是有收市点的 因此在收市之后 可能有时候会有额外的消息出来 令到它第二天股价会有一个波动 而产生一个跳跌的障碰 但是汇市就没有了 汇市是24小时持续执行的 因此在汇市上面 你会看到那些图表的走势 它是比较少这一类的声音 我想如果技术分析来说 在汇市可能比起股市 就更加值得用来参考 由于刚才我们早前有说过 可能很多投资者 对于基本因素在汇市上面 其实掌握得不太透切 或者是看不通一个国家的 正经的局势 所以很多时候是依赖图表去做交易 第二件事我想本身技术分析 在汇市世界上相对就更加准确一些 例如说有几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24小时交易 没有了就刚才Marvin说的 一些裂口高开低开的情况 第二方面就是成交量大 亦都过滤了一些 可能是股市城会发生的一些陷阱 例如说可能是一些 一些小价股被别人没有高弄低 或者有很多一些企业的动作 例如说公股、合股、随静等等的消息 在汇市上面就全部没有了这些消息 变成股价的走势 其实就参考的价值大了很多 所以在汇市和很多短线的交易员 可能根本就都不太理解消息 就是直接在图表上面 找一些叫做技术的讯号 可能就比较准确一些 比较快捷一些就拿到这些讯号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投资者 在汇市上面都是相对依赖技术分析为主 技术指标都有很多种 究竟花多眼暖从何入手 不如试试由两位资深的外汇分析员 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自己本身比较常用的 会是什么指标呢 在我初初接触外汇的时候 是尽量尝试用不同的指标 最后都搞到自己眼花疗疗的 有试过用RSI 有试过用MACD 有试过用保力加通道 但最终时间越长 就发觉我会开始放弃用很多不同的指标 都是回归回看最简单的阴阳竹 看看阴阳竹上面的趋势 去画一些支持位 阻力位和趋势线 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 我相信是一个移动平均线 就是moving average 移动平均线通常我们看 比它有快线的话 通常我们看五天十天二十天 比中线我们会看五十天 更长线我们会看一百天至二百天 很多时候这些平均线 例如一百天五十天 都是一些重要的支持和阻力位 除此之外 我们看移动平均线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黄金交叉 又或者是死亡交叉 通常短线来说 就是一个更短线的趋势 就是冲破一个中线或长短的趋势的时候 如果它向上冲 就是一个黄金交叉 如果它向下冲 就是一个死亡交叉 尽管如此都好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滞后的指标 很多时候都是趋势已经发生了 之后这个指标才会出现 因此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看得更即视的时候 就不如直接去看这个阴阳竹 譬如一个很明显的阳竹 可能更胜过其他任何的技术指标 我自己其实都一样 其实坦白说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就各样都学一下 亦都看很多不同的指标 都有它的吸引力 它的优点 但是当你发觉 掌握得到或者摸索得到 哪一种指标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你对投资的取态 例如有些指标 其实是一些前瞻性的指标 它反应比较快 但是它会有很多的交易信号出来 但是可能出错机会也多了 有一些指标它是比较迟钝一些 比较滞后一些 但是它准确度高的 但是可能你要等很久才有一个交易信号出来 所以很视乎 大家投资者自己是想做一些短线操作 还是中线部署 说到尾 其实当然我自己 亦都是比较简单为主 甚至我自己比较喜欢 除了我是很少用技术指标 反而喜欢看阴阳烛 或者是直接看价格本身的反应 是一些动力 因为始终你自己了解了技术分析背后的部分 其实指标的讯号 其实都是源于价格本身 例如有个高位低位 开市价 收市价 基本上都是由这四个价格 去演变出来 摆进一些技术指标的公式里面 产生所谓的买卖信号 刚才Muffin说的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基本上的逻辑都是这样定出来的 所以最直接就是看价格本身 例如为何价格升到某一个位置 突然之间掉头下来 当然事后看回就知道 原来投资者去到那个位置 可能选择获你平仓 价格就回落了 或者有些淡友在价格 有些大户入市沽出 令到价格下来 这个我想是比较直接一点 说明另类指标 发现有些有趣的名字 就是跟动物有关 跟食物有关 这些又如何在套用实际例子上 我听过有岳鱼指标 一个就是Big Mac Index 其实这些是什么 Big Mac Index是什么呢 其实是经济学人 在80年代时发明的一个指标 首先这个指标不是想 准确地去预测会市的走势 其实它更加是一个 教科书式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它基于一个理论 当一个国家买的产品 是特别便宜的时候 而另一个国家买的产品 相同的产品是特别贵的时候 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里面 应该会有出入口商 去这个国家买入这些便宜的产品 然后去另一个国家 卖出去去达到这个套凳的目的 久而久之 会对那个国家的货币的需求 变得更大 最终令到汇价提升上来 最后两个国家买这个产品的价格 都是变得一致的 例如有某个汉堡包 很著名的汉堡包 在香港是卖23元的 而同样的汉堡包 在美国是大概卖5.5美元的 如果我们以23元除以5.5元的话 大概得出的汇率应该是4点多汇率的 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美元兑港币的汇率是7.8元 因此以这个index去计算的话 我们知道其实港元可能是被低估了 接近一半的价值 不论如何都好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为了准备 预测汇率的走势 而是令到大家更加能够容易去理解 这个贸易和这个汇市的一个概念 技术指标其实都是一些 发明这个指标的人 写一些公式出来 所谓产生一些买卖的讯号 有不同的技术指标 刚才你说的鳄鱼指标 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均线 很形象化就像一条鳄鱼 平时你见你观察一些鳄鱼 它想捏食的时候 它通常咀就先合起 很静静地等待一些交易机会出来 它通常有三条平均线 这也是一个市场的行为 当平均线聚在一起的时候 某程度上反映着市况 其实就是在那里上下市 在那里没有什么方向 也都好似一条鳄鱼在等待一个交易机会的时候 就合起来 静静地等一些机会出来 但是当一些平均线突然之间 因为汇价的波动而大幅抽升或者大幅下跌的时候 那些平均线自然就因为数学理论 那条线就会向上或者向下 那当条线突然之间拉扯了 因为那三条线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周期 周期越短那些就会率先 当然那条线拉扯了上去 周期越长那些反应会滞后一点 那它的反应就会慢一点的时候 形象上好像鳄鱼找到机会了 找到裂物了 开始厚大口 所以鳄鱼指标其实大家形象化地 想捕捉一些短线的方向 其实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效果 我自己倾向先找一个 了解自己适合做一个上落市 还是单边市 因为不同的指标 有部份指标是适合单边市况应用 有部份指标只适合在上落市况的效果 比较突出一些 那我想先问自己一条问题 究竟你喜欢做上落市 或者适合做上落市 还是单边市况比较适合 谢谢Muffin和Aaron 原来看外汇都可以这么有乐趣 而且又知道多些 什么为传统和另类指标 下星期再谈 想起十年前的我 冲动不完美 够胆去改变 由DJ都可以转身成为财经节目监制 跳出框框 等未来的你 多谢今天的自己 投资都是一样 Z.com Forest 改变投资思维 放眼环球经济 参与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 交易由你划事 不去改变又怎样走得更远 外汇交易就是一个字母这么简单 Z.com Forest 再变 小小小小的 改变 大优独和 小小小的 之下 小小小的